各位同學 講這個 反為天下國家有酒精 講這個酒精的效果 柔原刃四方歸之 最後這一句呢 懷諸侯在天下畏之 所謂天下畏之是什麼呢 由於你能夠 這個 對於各國的諸侯 用這個 懷柔的政策 來對待它 所謂這個懷子呢 把各國諸侯的事情 各國諸侯本身 都放在你的心中 你做天子啊 你心裡時時刻刻想到他們 這叫關懷他們 這樣是什麼呢 你能夠這樣關懷它 不必用宣傳 對不對 這個 也不必用民意調查這些方式 自自然然的就是感動了 天下的這個 各國的諸侯啊 來擁護你 你一旦有什麼事情啊 它無條件的 來幫助你 來幫助你 那你所得的這個 這個 幫助的太多了 所以 得道者多助啊 一個得道的人 所謂得道的人 你治天下 有道 這個有道就是 對諸侯來講 你是關懷諸侯啊 那就是有道之君啊 你天子 是有道的天子啊 那麼你就是 得了很多的助力了 人家那些 天下的那些諸侯啊 都是你的助力 這樣的話 天下諸侯之 為什麼呢 為你的這個 這個 威德了 你這個威德在那裡 得是道德了 這種道德的力量 那種 在那裡 這個 這個 讓天下人呢 天下的任何人呢 對你都非常敬畏的 嗯 嗯 那麼就是 嗯 最後講這個 一個效果 下面 嗯 講這個第三段了 就講這個 第三段的時候啊 就講這個 方法了 嗯 上面講這些 嗯 從 這個 修盛在道理 到那個 懷諸侯在天下位置 嗯 你怎麼樣才能夠 有這樣好的 效果呢 你用什麼 方法來 做的話 再收到這樣的 效果呢 那就要 講方法了 嗯 這個 經文 我念一遍 摘明 聖福 非禮不動 所以 修身也 因為 因為這一段很長 我就是 一段一小段 一小段的念 那麼 念了這一小段 我們就 就看這個經文 摘明 慎福啊 摘明慎福啊 摘是 就 祭司來講 啊 嗯 嗯 這個 古時候 嗯 這個 天子 諸侯啊 都要 這個 祭宗廟啊 祭祖宗啊 為什麼呢 這是 講究孝道 祭祖宗 就是 孔子所講的 慎重 追遠 追到 永遠 永遠到這個 根本 那麼這個 祭司很重要 祭司 是這樣的 其他的 講這個 禮啊 都是如此 這裡就拿這個 辦祭司的 這一個禮 舉一個禮子 你治國平天下了 要能夠像辦祭司這樣的 這種精神來 來治國的話 你這個治國一定治得好 那麼現在講這個祭司的事情呢 祭司啊 要摘 摘 摘是什麼呢 摘就是摘戒啊 古時候 古時候 比如說是天子諸厚 就是普通人 祭祖的時候 或者是祭普通的這個神明的時候 他在祭司之前呢 他在祭司之前呢 前三天 都要摘戒 摘戒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 不能喝酒 不能吃這個動物的這個肉 這個 這個 夫妻啊 在祭祖的前三天呢 這個 夫妻不能同胖呢 這叫摘戒啊 這叫摘戒啊 這個 名是什麼呢 名到這個 清潔來講 普通講啊 摘戒沐浴啊 又洗澡 洗頭洗澡 把身體洗得很清潔的 聖父 在正式祭司的時候 又穿了個祭福 那是 祭司行禮之後 禮福 這叫慎福 那麼 摘戒 慎福啊 就是 摘戒 內心的 摘戒 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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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在的 內外啊 都要這個 那麼 這個 這個 恭敬啊 這叫 內境外莊啊 內在的 摘戒 那就是 那就是 講公斤 公斤在哪兒講呢 就是個摘戒 內心的公斤 外在的 明就是 身體洗得很清潔 穿上隆重的那個 祭司的衣服 莊嚴啊 莊嚴啊 內境外莊啊 飛離不動 祭司的 祭司的 時候 祭祭的人 站在什麼位置 怎麼樣的 行李 陪祭的人 在什麼的位置 什麼心理 都是有一定的 這個位置的 不能亂動啊 飛離不動 動 動就是 後乎李 有什麼 凡是 有一個 有動作的時候 他一定按照李 來要動作 沒有 非李而動的 這個 所以 修身也 拿祭司這樣的 禮 來 表示啊 你能夠這樣做 就是修身了 修身 這個 推廣的來講 不但祭司是如此的 你普通 任何的言語 行為啊 都要這樣的 內境外莊 對待一切人 都應該如此 在這個 這個 第二 修身 原色 這個 賤貨而貴德 所以 勸賢也 修身呢 修身呢 戰記 禁禁嬛也的 這個 禁這個字 是 根據 這個說文解姺講啊 這個 サ Владashing 這個文解姿講啊 這個 毀謀人家 说人家的坏话 这个禅言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个小人 小人他到你这个 有政治地位的人 你是在位的人 比如说你是国君 他来向你进这个禅言 所谓进禅言 他想陷害某一个邪能的人 说他的坏话 叫你不用他 也就是要陷害他 那么这种禅言的人呢 不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来向你进禅言呢 他首先把你恭维一番 说些话呢 让你听起来很高兴 他首先取得你对他有种好感 然后呢 他要这个毁谤某人呢 你对他的话呢 就能听得进去了 一般禅残言的小人呢 都有这种本领的 那么这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你不管这故事是真的是假的了 那么这个三国时候那个 这个关公 关公是这个这个 治大治刚的一个这个 是刚之都不得了啊 那么有着一个禅残言的小人 他的方法呢 就是好好给人家带高帽子 带高帽子就是叫 先就是夸奖人家了 关公是 这个小人我要遇到他 我不要放过他 留着这个小人呢 实在是坏事情的 说着说这个小人来了 关公呢 你是这个好给人家带帽子 今天可不能放你走了 我觉得要问你 就是你不可以再这样放 这样放纵了 这个小人怎么说呢 唉 我啊 不能怪我啊 就是要怪就怪那些人啊 他们喜欢那个帽子啊 所以我才给他们呢 也像你这个关老爷啊 你这样的高人啊 我怎么带得上啊 关公一听 哎 这个人果然是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就被跟他放走了 这个人放走啊 后来关公一想啊 哎 这个 他说是卖 给一般人喜欢帽子 结果他说的这个话也是 是不也是给我带了一顿帽子嘛 而且这个帽子带得更高啊 可现在这个 这个小姑子不管是 是真是假了 有这可以想到啊 一般敬禅言的人啊 他总的有很多的方法 让你对他的一些毁谤 谋认的那些话 让你听得进去 那么怎么样的 你在不听这个小人的这个禅言呢 逼得你要自己啊 不要听那些好听的话 这在论语里边也讲啊 那小人就是巧言令色的人啊 巧言令色的人呢 他往往 让你听到他的话以后啊 他来陷害某人啊 你不知不觉的 就信他的话了 所以你要是一个国君 你要有能够知人知名 知人知名的话 你自己先要有自名啊 自己要怎么才能够知名呢 人家说你啊 你这个是 你是圣人了 你是大贤人了 你自己想想 我真的是圣人吗 我凭什么道德能力 为何德何能成为圣人成为圣人呢 自己这一想 一反省 就把外面的那个 来说你这个是圣人是贤人的话 那个人呢 你就看清楚了 你就不为他来给你戴高帽子 为他说迷惑了 他就把再高再大的帽子 往你头上戴 你戴不上了 这样的话你呀 你可以这个 怎么呢 去产呢 去是把它去掉 凡是有人来向你进产严的话 你都把它去掉啊 不接受啊 怎么说你 你不听他的话就好 这个 远色 远都愿的 当动词讲 疏怨他 怨离他 色是什么呢 这个色有两种讲法 一种讲呢 是这个 女色 这个 国军是男的 那就是 远离女色 那个是 国军是女的 是女王啊 女王也有嘛 去的男色 就是男性 这个男女之色来讲 又不能去色的话 这是 这是也 自己的得了 那太亏欠了 一个色呢 不认识男是女 他来表现 在你面前表现的啊 对于你 他的这个 这个态度啊 对你非常友善 他希望你 给他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印象 这就是巧言 吝啬 吝啬就是啊 故意表现那种 这个很有善的 这种态度出来 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这也是 一种色 不论是哪一种的 女色也好 巧言令色的这个色也好 巧言令色这个色是假装的 对于你 他来想 从你这里啊 取得一些 好处 他故意装出了一个 那个 假的这个 面貌来对待你 你对于这样的人呢 要疏远他 你要能够属于他 也要有自己啊 你自己是个明白人啊 你不要这个 好啊 贪好这个 这个色 你才能够远离啊 你自己平德就坏了 自己没有平德的话 你想来这个 清净贤人呢 办不到 所以这个第一句就是 将要缺产愿色 第二句叫呢 坚货而贵德 或是采货 我们人 你不管是哪一种人 没有不坦财呀 财货啊 把这个财货 看得非常重要 就在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各位看一看 哪一个人 不把这个 钱财 看得非常重要啊 没有钱的人 他要 这个 想着要发财 发着财的 那些 大财团的人呢 他还要发展 才越多越好 你要 劝他的 你不要注重这个了 把这个 钱财呀 看得 看得很贱 贱是 不要重视 那个 那个货财 贱货啊 过去 这个 这个 一般 多数人都讲 都知道 钱财 如粪土 仁义 之千金 钱财 就是货财呀 如同什么呢 像粪土那样的贱 为什么要把钱财 看得 看得那么贱呢 中国的这个 教育啊 无论是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都是叫人家 学这个正人君子 学圣贤 你学圣贤的时候啊 就要 这个 修养自己的贫德 要建立自己人格 建立自己人格 这个平德 你拿这个平德呢 跟这个财货来比较 财货 顶多 不够让我们呢 维持 在世界上生存而已啊 我们人不说 在这个世界上 要衣食住行 这是需要财货的 但是这些财货啊 真正要想这个 修养贫德 修 洗肾 洗血的人来讲啊 能够维持一个 基本的这个 衣食住行 所需就行了 多了 没有用处 反而是坏事情 就拿这个 银食来讲嘛 我们这个 钱财不多 每天吃的一个 这个 这个 除叉淡饭呢 这个吃除叉淡饭 没有造什么业的 如果要是钱财多的话 动不动 就上这个大菜馆里面 到那个这个 海鲜餐厅里面 你看这些餐吃下来 要吃 要杀害多少的生命啊 就造业了 钱财愈多 享受愈多 造的罪业的恶 最恶的事情愈多啊 不是好事情 所以明了道理的人 他要见活 而归得 见活就不看重这个财财 而贵得 你能够见活 而贵得了 你这个贫德 一天一天的在那里尊敬 在修到这个路上啊 每一天都在那里进步啊 反过来讲 看中了这个钱财的话 别说那个 用了不正当的这个方法来 来跟人家争夺了 跟人家竞争啊 把人家打倒了 自己发财了 这个不必 不必说这个 就算是你 用正当的方法 去这个 做这个阴历事业的话 你要把全部的精神 都用在这个 事业的上面啊 那你这个就 心思就不在道上面了 你虽然还是 我在学道 我在学圣人 实际上你的心呢 全部用在那里 怎么样的赚钱 怎么样的钱赚得越多越好 钱赚多了 又恐怕人家来绑票 人家来 来炸弃他 来抢夺他 心思就在这样 患德患事啊 你这样想想看呢 一个人 他的心思琢磨 用在这个上面 他这个人 还能弹得上学道吗 所以是这个 必须啊 要见乎 见乎贵德 贵德就以道德为贵重 这两句话 就是说的跟一般人 相反的 尤其在今日之下 这样说出去吧 没有一个人呢 会 同意 同意 这个讲法 然而呢 就是现代人呢 不同意这个讲法 人人都是无道之人啊 人人都是在那里 想法材 这个想种种的这个权力 欲望在那里 自己造成那个 这个痛苦 造成那个这个痛苦 这个特离不了 那么圣人的教育 教人家呢 就把一般人的那种心理啊 反过来 你要办政治 你要学圣人 就是这个学法 这次顺乎道啊 所以 劝贤也 贤人都懂的 凡是贤人呢 他都不看重那些钱财的 他都是要 以道德为重啊 他就是做生意 做生意啊 他的心呢 是一边做生意 一边心还不理到 这个很 很奇妙 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要有心思想要做生意的话 不是 今天之下不是不能做生意啊 也不是不能够 办那些 你引力事业了 可以办的 但是你办 你开工厂也好 你这个 做那个 那个财团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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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领导人也好 你呀 心不能离开道 心还在道上面去 你做这个 开工厂啊 有工厂之道 你怎么样对待工人 怎么样对待你的这个这个股东伙伴 待人有待人之道 自己有自己自修之道 这个 你这个事业了 别说怎么样的这个发展呢 绝对不会失败的 这可以肯定的这么说 那么所以这个 这样看起来呀 圣人的这个 讲这话 不能怀疑 你照着这样 圣人这样做的话 你在世间 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道理 那么在这里讲 去产 怨色 见惑 归得了 所以 劝贤也 上面那些方法 你怎么样才能劝贤呢 你就是要去产怨色 见惑归得 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自己又得了 然后那些贤人呢 才来亲近你 贤人还要继续学生人吗 你才可以劝勉贤人呢 不但你自己在往前面修啊 你也可以 劝勉的 这个贤人跟你一同 一边办政治 一边在学生人 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 在 这个 这个 尊其位 重其路 同其好物 所以劝亲近也 这个 这个 尊其位啊 对于 亲亲是什么呢 亲亲就是家族的 对家里的人 你当这个国君了 你对家族人很多啊 家里的人很多啊 不当国君的人不知道 当了国君的人才知道 家里的人这么多啊 重要的原则 你要亲亲 你有什么方法来亲亲呢 所以亲亲你家的人有各种身份 上有父母 跟你平等的有 有夫妻 有兄弟 下面呢 有儿女 家族人很多啊 那么这样把它调理的好啊 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原则上是要亲亲呢 但是你要讲究亲亲之道 就讲方法了 第一个 尊其位 重其路啊 尊其为什么呢 给他一个 这个 一个名位 这个 名位是 在周朝 不用说了 就在后来 我们就举例子来说吧 刘邦啊 是汉高祖了 汉高祖 做了这个 皇帝之后 马上就 把他的父亲呢 尊重为太上皇啊 给他一个 一个名位啊 就尊其位 尊其如呢 尊其如呢 都是丰如 你亲亲呢 你对家族的人呢 你做了国君 对家里人呢 不能 对家族人 不能刻薄 要关心他 要给他一份的 这个 很好的丰富 这个 那么 那么同其后 好物 好物是什么呢 这里啊 这个 郑康臣的读解 孔映达的这个书 它是这种讲法 家族之间 虽然有亲疏之别了 但是要同等的 要平等的待遇 在亲信之义这方面呢 不能有这个 有什么分别的 在义务上应该同等 同其好物 同其好物 不能有所好物 郑康臣是这么主解的 有所好物就有所偏的了 不能有所偏的 但是我学人的这个老师啊 血漏老人 他认为这种讲法 当然是 像郑康臣的读解 有他的根据了 但是圣人的所讲的话 记在经书里边呢 绝对不是指一个意思 古人读解 个人有个人的读解 在权威的读解 也只能读解一部分 也不能把经的意义啊 完全读解出来 有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了解的话 那么血漏老人 他老人家的讲法 同其好物啊 比如说 你家里的人呢 就拿这个父母来讲嘛 父母的这个 所好的 所无的 原则上 你要同父母的好物 父母是喜欢什么 你也很赞同啊 父母很厌恶的 不喜欢那些事情 那么你也 为了尽孝道啊 你应该也 同情啊 同情好物是这样啊 那么对于这儿女也是这样啊 你也教养这个 小孩子 儿童有儿童的所好 你不能说 这个小孩子 这些东西 在大人看起来 这有什么意义啊 那不能这样说 小孩子有小孩子喜好的事情 你同情好物 不过这个同情好物啊 学着老人又说了 在好的这一方面 同情好物 不好的地方 不能同情好物 好的方面 就好啊 比如说这个 情绪书画 读书人呢 音乐 弹弹琴 对这个 下下围棋 这一类的 学学书法 学学这个美术画画 这都是高尚的爱好啊 父母有这种爱好啊 你同情爱好啊 这当然是可以的 父母喜欢喝酒 抖拨 就不良的爱好 那你就不能够同情爱好了 不能同情爱好啊 不但不能同 而且在论语里面讲 是父母 积贱呢 还要坚确父母 把这不良的 嗜好还改过来啊 这个同情嗜好 同情好物啊 是就好的这一方面来讲的 那么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 秦秦 在上面讲 尊其位 重其卢啊 尊其位啊 需要交代一下 交代什么呢 就那这个刘邦 尊他父亲做太上皇来讲吧 太上皇这个位置很尊啊 很尊贵的啊 但是刘邦 绝对不会叫他父亲来 垂帘听政的 不让他来 干预他的这个政治的事情 就给他一个虚伪而已 以这个例子来讲 那么一个天子 一个国君 对他家里的人 所以给他一个位置啊 是一个虚伪 不让他正式的担任 某一方面关这个职 关职 让他正式的办事情 当然 他有能力办事情啊 当然可以让他办事情 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你给他一个部长 一个院长给他做 给那个国务卿让他做 他一做就坏事情 就是这个孔子讲那个 尊其为重其入啊 不是叫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官位这个名气啊 不能随便地交给那个家里的人 来来来来来做办坏事情 那不可以的 能够这样的 能够这样的 劝秦秦也 对于秦秦呢 就是 能够 做得到了 劝也是劝勉的意思 就把秦秦这个事情呢 落实了 在 下面讲 官圣认识 所以劝大臣耶 官圣是什么呢 官圣是官是大臣 圣是啊 圣大的官啊 圣大的官是官位很高啊 就是大臣子啊 就是大臣子啊 认识什么呢 这个大臣子啊 他由他这个部下呢 有很多 他是个掌管 他掌管 在他的部下有很多属员呢 属于他有很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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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官圣认识呢 这个圣大的这个大官员 这就是大臣呢 你不要让他办那些小事情 那些这个事务性的工作啊 就让他自己认识 认就认认他了 指使他的属约 来办事情了 不必由他亲自来办理 那现在啊 容易明了的这个 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大官呐 就是国家的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他负责制定的政策 他的心思啊 就从长远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大臣 方臣 这个方向的 他用在这个上面 把握这个政策 至于这个政策制定之后啊 怎么样推行 怎么样来执行的话 就要跟那个事务官去办呢 叫他去执行呢 叫他去执行呢 那么就是认识就由他来 这个任用那些部署 使那些这个执行的这个 这个政务的人呢 让他来做啊 所以劝大臣言 这是啊 这个 劝勉大臣的意思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叫大臣呢 他的这个 把他的智慧 完全用在这个 国家长远的这个 这个政策上面 他在用的这个上面智慧啊 也不感觉的怎么样这个 幸福 不做那些事务性的工作 把你事务性的工作 那很不容易的 遇到种种的障碍 这个事情还没有实行之前 怎么样跟那个 一般民间沟通 让人家了解你的这个事情重要 让一般人跟你配合 你这个不能让政务过来做啊 让事务过来做啊 这样的话 你才才故意说是 劝大臣呢 让大臣做的轻松自在啊 那么说到这里 就是 休息 那么下面呢 我们的邪道